好了 我还有时间这样慢慢复习吗 你感觉有点紧张的感觉 不会吧 不会吗 不是啊 那没关系啊 OK 读一以雅你们还记得吗 书论以礼还记得吗 记得 灵磊丧时有印象吗 灵磊丧时 师父玉立有印象吗 好 古班同学复习的是点论论文里面所谈到的说 此四科不同 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他这四种科是指文体 文章的体材不同的时候呢 他的做法就不一样 要求就不一样 比如说以奏义类的文章来讲 他就觉得说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雅 那么书论要的是理 明磊要的是实 师父要的是利 这应该不用太重复 大家应该还会有记忆吧 对不对 明磊上时师父 又举韩玉的故事说 他的这个吹牛吹太多了 所以呢 就赚很多钱 后来还被人家把钱给A了 有没有 然后师父玉立就讲说 文章的这个作品呢 如果说你是拿来抒情用的 那这东西当然是要由美为主 那来回到这里来 奏义类的公文书呢 还是要写得比较雅正一点 要端庄一点 好 那么在这个要求底下 我们要再往下分呢 在写给国君的公文书里面呢 简单的分有张奏表义 你看刚刚只说奏义 对不对 我们先把奏义类的再细分 我故意把这个典论论文 跟今天的这一课结合在一起 我怕你们搞混了 那时候讲的是奏义 现在讲的是张奏表义 其实张奏表义 只是把它说得再细一些而已 可以吗 我就讲这个观念 好那张是干嘛用的 谢恩 当你这个公文书啊 是要向皇上表达说 感谢君恩如何如何的时候 通常这个公文书叫做张 那奏的话呢 奏的话就是 按和 什么叫按和啊 按和就是提出 谈和谁不对 比如说我要 我要上奏皇上 这个 你贪污 你滥权 好这个动作 我写出来的公文书 就叫做奏 表呢 主意今天的重点来了 表用以成 请看看 你们的课本都有 或者是加深印象把它写在黑板上 成 主意我写哪个字 请 请 请的意思是请求 承的话是承请 承述下请 而有所请求 这两个都含在表里面 什么叫做意呢 意是执意 那什么叫执意啊 表达特别的意见 比如说皇上推行心法 我觉得 诶 有个录这 现在在录吗 对 尴尬才架起来 不是吗 诶 这不要录啦 这样好尴尬喔 就逼 快逼了 所以以后我还是个人收藏 把他当45号 可能就上 45号长得非常开小 而且还黑黑的 真的吗 还不是黑碳 好 不要啦 这样我觉得上起来 好像不太顺的感觉 这样不错 好像要还可以 就要盛顶嘛 你就要更顺阿 老师 这样以后我们可以 噢哦 老师姻学生 要补课的话 可以要 还补课 你要补课 他刚刚问个人要补课 可以这样 成立的要补课 成立正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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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提解的第一段 这些都是咒译 对对对对对 大类别上来讲 他就是典论论文里面那四大类之中的第一类 可以吧 周一类 好 周一类当然是要雅了 但是在这周一类里面细分 其中又分为四种 那我们看第二段 晋武帝在太史三年的时候 太史是他的年号 下诏 命 礼命 任职 太子 这个字怎么念 没有人会念 太子 喜马 对呀 怎么可能叫喜马呢 想一下 可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看大陆拍的那个武装剧 他们都念喜马 跟台语有关系吗 没有 贤马谁念的 赖佳柔 赖佳柔 好赞喔 好 贤马 贤 你刚刚是要念贤吗 对呀 没错 贤马是什么呢 贤马爷者 仙马爷 知道吧 什么叫仙马 在他的车架前面骑马 等于是当他的先导官 那你说 我当太子的先导官 其实就是他太子东宫的一个蜀官 了解吗 皇帝那时候觉得他才能不错 我派你做太子的蜀官 太子的蜀官 在过去的皇朝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 我要聊一下好了 三十二分 可以 以前你们记不记得白居易是怎么样被治罪的 白居易冒犯朝廷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当太子左战善的时候 他曾经禁言军上 谈到宰相五元棚的事情 太子左战善 你们听过这个印象吗 太子左战善是太子的蜀官 左战善就是战善就是希望帮助皇上 就是皇上 帮助太子来进行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就是皇帝太子身边的这个建官 太子身边的建官 我刚刚说有一种微妙尴尬的身份 其实你不可以管朝廷的事 你知道吗 你是太子蜀官 你可以管太子的事 太子的事不是朝廷的事 注意喔 这要区别开来 所以他因为这样觉得 结果后来就被治罪了 可是我跟你们说 当太子的蜀官 虽然不能够直接管朝廷的事 但因为他常年亲近太子 一旦太子登基之后 他是不是身下水涨船高 马上就摇身一变 变成国家重臣 这就是太子蜀官的好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朝廷对他有一定的看重 所以任命他 你们看 做太子贤马 记住 以后你们要再看大陆剧演 你洗马的时候 就要知道笑他 知道吧 就告诉他 哈哈哈哈 这个是大笨蛋 不是洗马 是贤马 好 那李密呢 以祖母年事已高 法人公养为由 婉聚朝廷 那么这个 这个理由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假的 你看你们看他这样讲 就会觉得是假的 可是是真的 是真的 对 是真的 你看文章的内容 其实大概会知道 应该是真的 他说文中 立书 父亲 早逝 母亲 改嫁 周末 留宿 来 我看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直接不用念 来 请看 我们直接看文章好不好 来 是八十页 陈密言 古时候有写信的时候 我们现在人写信的礼貌 都是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后面 对不对 古时候的人的礼貌 是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 为什么呢 希望你信一打开 马上知道这是谁写的 了解吧 那古时候的人的礼貌 你们以前读那个 初诗表是不是也是这样 第一句是什么 臣 亮 言 你们记得吗 所以今天读的这个礼貌 臣 密 言 臣 礼貌 上奏于您 上奏于陛下 他说 臣以显信 速遭敏凶 已是因为 我因为显信的关系 这个显信的信字 我们以前读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这个信就是戏 你们问一下 信就是戏 控系 控系的系 信就是控系 那个系 隐身意 因为信首先 你们会不会记不记得 那个孟子里面说 将以信中 因为我们做完中以后 有控系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动物的血抹上去 那个动作叫做信 所以信中 那个信是动词 用血涂抹在中上面 它的原始含义 它就是代表系 控系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显信 指的是他遭到的灾祸 注意看一下注释 它说信的祸照 指的是他命运不好 遇到的灾祸 它说我因为呢 从小这个命途多船 翻译的时候 大概可以这样说 素遭敏凶 它翻译成命运恶劣 素是很早 我们以前学过的素词就是很早 很早就遭遇到忧患凶祸 这个敏字就是忧患 敏不是怜敏 就是忧患 忧患和凶祸 怎样的忧患呢 它说生孩六月慈父见备 好同学 请你们挡住下面猜一下 见备是什么意思 这么厉害 对 所以永远考上 舅舅母这次是他母亲改嫁 很好我正要讲这一句 那第一句没问题了 生下我才六个月 我的父亲就怎么了 被我 那被我是什么意思 就抛下了我嘛 对不对 就是去世了 爸爸很早就去世了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 行年四岁 就夺五字 行年经历了四年 所以就是行年 所以行有经历的意思 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呢 我的舅舅 就夺去了我母亲 为我父亲 首节的这样的志向 什么意思 我舅舅逼我妈妈改嫁 对 我舅舅逼我妈妈改嫁 请问同学 这时候你们没得看 我要问你们 他舅舅 你们这时候是觉得 这个没有逼 这是晚区吗 对 这是晚区 舅舅没有逼 是妈妈自己要改嫁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为了回下去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很多 对 以前有讲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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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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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舅舅母字是晚区的用法 知道 微晚曲折的 因为他不能直接说 我妈妈 她实在挨不住 她就嫁了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他要说 就是都我舅舅害的啦 一直逼他 一直逼他 对 微晚的说法 好 这个是 其实这应该说是 当时的一个习惯性的用法 那么 祖母刘呢 我的阿嬷姓刘嘛 敏曾孤若 敏是动词对不对 他怜悯我 既孤苦又又若 公亲抚养 公就是亲自 他就亲自抚养我 曾少多疾病 九岁不行 他说我从小病就很多 这OK啦 九岁不行是什么意思 不走路 欸 其实你不是看下面 就才会的吗 还是本来就会 我已经打来了 怎么办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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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今天完了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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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菲律宾 今导租 是 所以我们要推备 应该是要关灯啦 他们有很多人 真的 看到吗 只有殺一个 是杀一个 是杀一个 我也有什么 帆 帆那个穿 帆 老师先生 帆 一定是美好的 帆 不要录了 不要录了 我要评论一下 帆帆 总是这个评论我们也想要去一辈子的 好 等一下